小時候玩摺紙,發揮創意,就可以摺出不同的形狀 一個荷蘭藝術家就用卡紙做大型雕塑 一起去看看 看看照片,他們似樹又似花 其實他們都是用紙塑的雕塑 他們都是由今年65歲來自荷蘭的Fairy親手做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Fairy將卡紙黏在一起 再用鋸鋸幾個洞 打開就成為一件有線條尾的雕塑 自此啟發他創作 而他創作的靈感來自工作了38年的元臨 所以作品都看落似不同形狀的樹木 到底是怎樣做的呢? 鋸墨草圖,將卡紙剪好 再用砂紙磨畫表面,用顏料上色 不過他都有自己一套的學問 鋸墨草圖,將卡紙磨畫表面 最重要的是,第一次製作 然後你必須確實它不配合 因為塑膜會傷害 不要以為紙一定是藥不耕風 最新的創作是一道廣門 做這麼大的作品又有什麼技巧呢? 最新的努力是混合兩部分 鋸墨和樹木 但我實際上很開心 這個廣門用了大約半月的時間就做好了 因為在室外的關係 是用了木和膠板造成,可以更加堅固 摺展這些玩意都可以登大瓦之堂 它的紫雕曾經放在荷蘭的皇宮 又成為北貨公司廚窗的裝飾 Ferry說未來會做更多方面的嘗試 I'd like to keep making my work in different materials I've already worked in bronze and hopefully we'll be able to make some in iron and prospects as well That I can show it to the world and that people will see it and also that I can keep improving the way that I make these products 無線電視機在萬獸全報導